受到少子化的冲击 新北市私立清传高商也要停止招生了 不过在经过了董事会的决议 善加利用学校现有的资源以及空间 未来将改办为清传终身学习教育中心 而校方开办了多元课程 也欢迎各界的人士来报名参加体验 创校将近一家指的新北市私立清传高商 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冲击 所以明年都要停止招生 不过经董事会的决议 则甚加利用学校现有的资源还有空间 未来将改办为清传终身学习教育中心 我们改变一种新的 就是变成一种终身学习教育中心 大概明年就要正式改制 所以我们现在事半 有选择几个项目 包括书豪 包括瑜伽 包括社研 还要准备包括长城的太景 大概起来几个项目 我们开始事半 办完了以后 我们明年都正式改制的时候 改办的时候 这些工作人员就比较能够在 整个处理方面比较顺畅一点 所谓终身学习教育中心 到底开办哪些课程 校方也做了说明 因为面临到这个少子化之后呢 发现到在学校的经营上面 已经有一些的这个状况产生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 教育的理念更发扬到 去教所有这个社会的人士 所以学校就决定转型成为 让社会大众都能够学习的 所谓的终身学习教育中心 这是第一期开办课程 包括书法级瑜伽等班级 课员多元丰富 其中书法班则是由董事长 连胜燕先生担任指导老师 吸引不少社会人士报名参加 这次来好几个大夫人士的事 来这里学习 主要点第一点就是要来想学习这个书 能够学得能够有一点增进 校方表示清闯在停照之后 以转型为终身学习教育中心 主要着重在成人教育方面 此外对于目前中心 所提供已开办的课程体验 相关资讯放置于脸书 欢迎各界人士参加体验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